秀林乡景美春嘉湾第10期至11号 每到台风大雨来的时候 雨水会淹到家里头 而且还有路面 危害到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景美村长田广真 向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洛雁林来陈勤 而乡公所表示 会积极试做排水沟 改善族人们常年淹水的问题 秀林乡景美春嘉湾车区 位于中阳上面的三角下 地方可以说是地理人节 有位每每好大雨和台风来淹的时候 丰沛的强降雨量往往造成 加温1017至11号的住户 周围有淹水的情况发生 加上排水沟无法宣泄 路面也积水了 依下到用路人的安全 景美村长天光阵 并且向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洛雁林 诚信反应来解决 说明你们的淹水之苦 每当大雨后或台风天的时候 我们一养妈妈都会 每次都非常的辛苦 那他们家都会有很多的水患 那我们经过很多次的一个协调 跟主席还有公所 来多次的跟地主协调 那非常感谢主席跟公所 那他们做了这个解水沟 那在面对下一次大雨的时候 就可以改善这个多年以来的这个问题 区民下面代表会主席洛雁林表示 村民的需求都会立即来习助处理 就是要解决地方的问题 每次加湾17至11号 常常会因为大水或者是台风期间淹水 那我们常常来会堪 那最近在这边做了一个排水沟 希望能够在大雨来时能够帮忙排水 那也感谢我们村长一直在为地方服务 现在有了排水沟 希望能够改善台风期间的一些排水问题 金美村长提供过程表示 三年之后除了协助村民大小事之外 地方建设的问题都会向代表会主席洛雁林进行反应 来进行会看实地了解情况 寻求解决的方法 同时也感谢代表会主席洛雁林 和西文相公所协助 都共同来为金美村的愿景来努力 记得Join 西文相公老